他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個節目 我們也賭上了我們的人生大事 我們真的走完一圈之後就結婚了 既然今天我們已經盛裝打扮 然後現場所有的廣播朋友們 你們也盛裝打扮 也有攝影機 那麼我們今天就準備了酒杯 所以 邀請大家 跟我們一起 高舉你們的空氣酒杯 321之後 跟我們一起說金鐘舞吧 321 金鐘舞吧 謝謝 也謝謝我的老公 第58屆廣播金鐘獎 企劃編撰獎得獎的是 圖傑一森和一線 生女Follow Me 恭喜 恭喜 這是廣播史上第一次 獲出去的節目企劃 不僅是廣播節目 更是賭上人生大事 安排兩位主持人 步行台灣一圈後就結婚 把終身大事的創意 用於廣播企劃上 讓人好奇 節目企劃後續 又沒有他們婚後的續集啊 今天要宣布要結婚了嗎 恭喜 哈囉大家好我是圖傑 我是易正 生女Follow Me之 徒步環島中 我們得到金鐘獎了 很多前輩告訴我們說 拿金鐘獎很不容易 真的很辛苦 我們今年的企劃是 實際徒步走台灣一圈 我們花了49天 走了1059公里 我們真的走了好久 而我們最後走上金鐘獎這個舞台 謝謝評審 謝謝評審 他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個節目 我們也賭上了我們的人生大事 我們真的走完一圈之後就結婚了 我們一直以為 護政事務所是我們的最後一站 原來金鐘舞台才是 我們要謝謝我們的家人 他的爸爸媽媽 還有他的爸爸媽媽 他們今天有在現場 爸媽 好 那還有謝謝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以及當然最重要的中央廣播電台的長官 董事長還有引領我們進來的品輩 非常謝謝你們還有花語節目組 所有的夥伴們 謝謝你們 這麼荒謬的計畫 你們竟然通過它了 還有我廣播的起點 民傳之聲 民傳廣播電台 謝謝欣怡老師 也謝謝一路來陪伴我的師長 廣電系 廣銷系 還有一直跟我一起做廣播節目的朋友 蘇珊 謝謝你一直支持著我做我喜歡的節目 那我們要謝謝我們的信仰 白沙屯媽祖 大甲媽祖 還有台灣所有的眾神明 也謝謝所有香燈角 給我們在這一路上面的協助 這邊最後有一件事情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我們去了滬鎮事務所登記之後 我們還沒有舉行結婚典禮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想說 既然今天我們已經盛裝打扮 然後現場所有的廣播朋友們 你們也盛裝打扮 也有攝影機 那麼我們今天就準備了酒杯 所以 邀請大家 跟我們一起 高舉你們的空氣酒杯 高舉你們的空氣酒杯 321之後 跟我們一起說 金鐘舞吧 321 金鐘舞吧 謝謝 謝謝 也謝謝我的老公 好 然後 我們有帶喜糖在身上 對 如果講沾沾喜氣的廣播人們 可以來找我們 對 還好可以用得上 謝謝你們 謝謝 好讚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